影片開始前,你還沒有訂閱我的頻道嗎? 趕快訂閱我的頻道,這樣你才不會錯過最新的影片資訊喔! OK,影片開始,Let's go! 來,上師,共和國上師 傑克能聽得到嗎? 可以,來,共和國上師,你好,安安幾歲哪裡人? 38歲,上海人吧 喔,好,來,這位上師博士,好久沒跟你聊了 對啊,因為生了女兒以後,照顧女兒比較多嘛 然後就沒時間上你的這個麥聊天了嘛 喔,恭喜,恭喜 恭喜 而且另外一點,最主要是因為我已經覺得就是 在聊兩岸之間的事情沒有什麼意思了嘛 你也是知道的,我態度一直就認為 現在就是慢慢觀察,看最後 對吧,什麼時候武統就 自然的走下去,也不會改變什麼了 就看看我覺得討論也沒有太多的必要嘛 好,但是還是有啦,討論還是有必要啦 就是讓我有影片可以剪嘛 對對對,那讓你在統一之前還能夠用兩岸紅利 繼續多收割一點,吃一波兩岸統一之前的最後紅利 不然我就要去隨便也在那邊打工了,對不對 你看我都混不下去了 不是,是傑克你要多賺點錢,然後到大陸來置業 我說現在是投共的最後時期要趕緊投共 對吧,就後面10年20年,投共的最後時期趕緊投共 你再不投共就沒有統戰價值了 真的,沒有,我跟你講 就是不投共才有統戰價值,好不好 不是,統戰價值它的價值是在不斷降低 我今天上賣講的一個問題就是說 很明顯的就是台灣人的統戰價值在降低 我們來看一下就是很簡單就是 90年代的時候,閩平魚那個事件的時候 台灣海軍把十幾個漁民蒙死以後 有什麼懲罰嗎?沒有懲罰,對吧 帥化民那個時候,他在市漁嶺掃射中國普通人的漁船 把普通的那貨船上的中國人全都殺死了 他現在還能夠跑到中國來旅遊什麼的 沒有任何的壓力,對吧 但是這一次海巡的這幾個人很明顯的 就雖然這個人賠了100多萬 現在的話把事情拿回來 但很明顯他有一些後續的內容 明顯就是兩邊都沒有透露的 比如說明其實上大陸並不準備 就這次輕鬆的把這件事情給抹過去 他就處理的這種就是不斷的降級 說明的一個問題就是說台灣人的統戰價值在降低 是說隨著中共武統台灣的力量不斷的增強 他對於台灣對於大陸產業的那種就是 彌補的作用不斷的降低 最後的結果就是台灣人的統戰價值是越來越低 所以要投共要快 是不是要投要快 投共要快 晚了你就拿不到好處了,得趕緊投共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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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也奮勸所有你脈上在聽的那些台灣朋友 能投共趕緊投共,趁著現在 還有什麼融合發展區啊 還有這種東西啊 你趕緊投共投過來 到時候說起來我台胞證拿好 我也不是說是臨時去申請台胞證的 我已經台胞證十多年了 那大家不會用有色眼睛來看你 投共要趁早 你所謂的投共是怎麼投法 你說申請台胞證那算投共嗎 我的意思就是趕緊把自己的就是 在大陸置業融入大陸的生活圈 喔 對吧 下去促進兩岸的融合發展 為共產黨做點事情 要交同名狀 喔 就是趕快在大陸置業置產 是不是 對 那無產無業一般勞工階級呢 無產無業的勞工階級 你本身就沒有什麼統戰價值啊 你這個小資本階級的這種傲慢 怎麼可以這樣 廣大的勞工大眾 才是你們統戰的最珍惜的目標 不是嗎 喔 不是 但問題是你廣大的勞 現在的社會最根本的問題 本來廣大的台灣大眾 應該是最具有統戰價值的 問題是現在台灣的大眾 自己把自己的統戰價值給浪費了呀 嗯 你投票永遠選出來是民進黨 對 那在我們大陸這邊看來就是 你本來就跟我們不是一顆心的 你有什麼統戰價值呢 喔 好啦 所以本來本來也就是有產有業的你就趕快來吧 你無產無業的反正你也就這樣了 反正你手上就一張選票也是統民進黨 你就也沒什麼統戰價值了是不是 就這樣 對啊 而且接下來就引伸到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說 我為什麼說我覺得我看台灣社會 我很絕望 我覺得也沒什麼好談的問題 就是說 在我眼裡就是台灣社會現在它已經就是說 我在群裡面已經說了不止一次了 看台灣就是像現在的顏色革命之後的烏克蘭 然後就看什麼時候發生類似於克里米亞事件 什麼時候開始就是說比如說是金門澎湖 還要做一個非戰區呢 它相當於從台灣這裡半獨立出來 或者怎樣就是看它不斷的變化 當然其中最重要的一個原因 我一直都說的就是說 其實像現在民進黨在做的一個事情 就是很簡單 它是台灣民族主義的再構建 或者說美國它也特別想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台灣民族主義的再構建 那只有將兩岸的戰爭從一個內戰變成一個民族戰爭 那就是最殘酷的戰爭永遠是民族戰爭 就是說一個民族的獨立戰爭永遠是最殘酷的 結果在這樣的戰爭當中才有最大的就是一種抵抗 或者說跟你拼死到最後的一個決心 所以說我們很明顯的可以看到 就是當時烏克蘭從顏色革命到2022年 它開始就是和其實上就是現在的烏克蘭和俄羅斯的戰爭 其實上就是一次就是民族獨立戰爭 就是烏克蘭的民族獨立戰爭 如果說這一次戰爭烏克蘭它能夠勝利的話 它就相當於真正的就是烏克蘭民族構建成功了 如果說它失敗的話 那就烏克蘭民族就徹底被打趴下了 就是台灣也是一樣的 就是說如果說就是說是從現在開始 美國它利用自己的媒體和那個民進黨合作 相當於在台灣構建一個就是台灣民族主義 當中可能會夾雜一些納粹啊 或者是夾雜一些就是民粹主義的這種東西在裡面 然後最後形成一個台灣民族主義的一個敘述 一個社會的共識 然後到這個時候就相當於大陸要來武統的話 才就相當於是必定要打巷戰 就非常殘酷的巷戰 除非就是一個比較信任的假設 就是大陸它在武統的時候 它在第一世界能夠斬首成功 並且就是說打亂了整個台灣的一個社會秩序 但即使是這樣子做了以後 就是說因為構成了一個台灣民族主義敘事 就是將來在那個一個過程當中 也不會是就是這麼簡單的一件事情 實際上簡單來說就是說 像這一次的長榮事件 我也相信你的判斷 它實際上可能是就是說 下層的就是員工 或者是就台積員工的一種就是說 是私自的行為 對啊 沒有經過就是上層的同意 然後就相當於是獨走 然後造成的一個就是影響 但是從這個影響上可以看出來 就像同樣就是說 捷克你做了很多的街坊 其實上我知道你自己也說了 你其實上是希望增進兩岸之間的互相了解 但是你最後做出來的所有的事情 在我看來都只是增加了兩岸年輕人的對立 我沒有 我是一個公正的媒體人 我就是忠實的呈現 你知道我的街坊就是忠實呈現而已啊 對啊 那你是忠實呈現 但是在你就是說 每個人他會有一種潛移默化的潛意識 讓他在提問的過程當中 他會就是一些問題的一些引導 對你的問題的引導當中 很多的引導其實上還是希望去喚醒你 對呀 詢問對象他對於中華民國的一種認同 那麼對於中華民國的認同 中華民國的根其實上還是中國 對啊 但是很明顯你去問的 基本上30歲以下的年輕人 他基本上他拒絕承認中華民國和中國之間的關係 非常明顯的在你所有的 對對對 但是我給他們心裡面埋下了一個邏輯死亡的種子 他如果洗澡的時候會想一想 欸我這樣邏輯好像不太對 他如果會思考的話 我起碼救了一個 問題是裝睡的人是叫不醒的 OK 他根本會去講這個問題 對吧 他可能都不知道 所以我喚醒一個是一個 別這樣 總之有 也許 但是你的視頻 你的視頻放在大陸的網上 就放在油管上面 然後大陸很多年輕人會去看 他看了最後的結果 他就會覺得 台灣人果然像我們想像的一樣的 就是一個台獨 絕大多數都是台獨 他會去進一步固化這種印象 其實很簡單 就是說 兩岸現在的民間關係 是一個負反饋 負反饋 就是像台灣和日本民間 其他是一個正反饋 就是雙方是一個善意的堆疊 然後大陸和台灣現在民間 就是一個負反饋 永遠是一個就是惡意的堆疊 而且不斷的會有 會有新的事情去增加這個惡意 就比如說 前一段時間好不容易 大家好像把金門的事情給解約了 後面想重新開通旅遊 但是很快 長榮公司這件事情 怕它就跳出來了 然後就是說 你會發現 無論就是說是雙方的高層 至少來說 大陸的高層 他還是希望 就是是不是 聯安能夠融合 其實大陸的高層 現在非常害怕台灣的民族主義 的構建 所以說他希望通過一種 互相的交流 或者是這種東西 去降低台灣民族主義的形成 因為一旦這種民族主義形成 在現在這個世界當中 一旦一個民族主義形成 它是非常難以被化解掉的 或者去掉的 類似的問題 其實讓現在在大陸 它就是說 最近一段時間 民族政策在改變 其實之前有很多門線 也提到過這種研究 提到過這種現象 就是說 在現在的碎片化的時代 因為它原本就比如說 你把一個民族給拆分了之後 把它拆分的足夠的細化以後 它因為沒有一個核心 它就會不斷的 很容易的被周圍的環境 給同化 給融合掉 然後漸漸的就把這種 民族主義給消滅掉了 但是現在通過網絡 它這種碎片化的社會 它也能夠重新通過網絡聚集起來 就相當於一個信息減防 它會就是說去固化自己的一個 就是民族內部的認同 這種認同一旦產生就很難 很難消化掉 然後它會就是產生非常非常多的後續影響 這也就是近期我們的許多的政策 是希望融合 或者說是降低這種台灣民族主義出現 但是就我個人來看 這就是一種就是說 沒有什麼意義的行為 就一個民族主義已經形成了 然後它一個民族主義的 一個政黨又是靠這種民族主義的民粹化上台 它只會不斷的去加強 因為這是它的選票的來源 它只要高舉這種民粹主義 它就可以掩蓋它的施政無能 對,沒錯 非常簡單的一個 而且本身就是說像賴清德這樣子 它是把台獨作為自己的信念 當時我跟你說過 賴清德不會聽美國的話 它是一個很 有信念的政治人物 對吧 就個人而言 我認為它還是 就是作為台灣的政治人物當中 我覺得我是比較 比較逮種的一位 但是實際上對於台灣和中國而言 實際上這是一個悲劇它上台 所以說當時我一直不希望它上台 但是它最後還是上台了 反正就 所以說因此為止於兩岸的更加絕望 對吧 然後 Supprise 現在是工商時間 我要跟各位朋友推薦 我的YouTube頻道 現在已經開了一個新的會員等級 叫做白金會員 那白金會員有什麼福利呢 加入白金會員 可以不定期的看到我推出的私房影片 以及可以加入我的Discord群組 成為高級成員喔 那至於私房影片是什麼 高級成員有什麼福利 你加入就知道了 還不加入 還不加入 趕快加入